好,这样子你画出来的东西才能很好的和这个三十协调起来 好,这里画了以后,我们就画纸笔 现在我就要用上点纸笔 这个点纸笔,首先第一个 点纸笔我才用的时候都是不洗的 我们用水把它泡一泡 画好以后 一般就是头天我用了用胶末把它灵挠了 不洗它 第二天我早上泡五分钟就解决了 也是加末 这个末就用比较浓的末 点纸笔点什么 点树 我点树来当然方法还蛮多的 这是其中的之一 就是先用点纸笔把树的形状先点出来 再画树枝 把这个调好以后 不要在盘子里稍微揉一揉 把中间揉空 一般说我现在这里要画一棵树 点个树的话我怎么点呢 先点下面 大家看 这时候我笔上水分很多 我就先先点这个树的下半端 这个点子很大 好然后点着点着 越点 笔上的水分越少 越往上就越亮 很自然的 由龙逐步到亮 逐步过渡 一般说我们这么点了以后 我就要考虑一个什么了 考虑一个树形 一般说我现在觉得这里太圆 调整一下 这边出来一点 自然的 这个树就可以了 这算是第一棵树 我们马上也是 蘸比较龙的墨 蘸了以后 也是把这个挂一挂 水分不要太多 有些学员就这样子 他在点这个树的时候 他这样子点 由于鼻上水分很多 这样子点下来 他一下子我觉得很多了 马上就把鼻子刮干 刮干以后 浓的和淡的就没有 就分得太明显了 所以不好看 你看我这么浓的 点下来 点它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把前面这个树 把它蹭出来 但是点着点着 鼻上的水分是要就少 然后我就往上点 你看很自然的 由龙逐步到亮 其实墨色都是一样的 这算第二棵 第二棵这里就比较 这里比较龙 这里比较亮 一下子把它蹭出来了 好 我们第三棵 第三棵的话 这个要有大小变化 这个树很大 这个树很小 到第三棵树的时候 就更小了 你看一二三 但如果这么一团 肯定还不好看 所以说我会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路的后面 我再点一个 点它其实有几个目的 一个是跟它的形状有变化 另外一个呢 当时我后面画三十的时候 它这个树可以把三十挡一挡 中国话是很讲究 长的作用 好 另外说这几个树就画好了 点好了 点好以后 用四号十花 我们把这个树杆构出来 我画画都是比较小 因为画画 这个你画画画得好不好 用水很关键 水用的不好 你画是可能画不好的 这个笔上 好 把这个树枝把它构出来 构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你要找到 它主要的枝盖 比如说 主要先画这么一根枝盖 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 好 这是两根主要的 然后呢 有些比较小的 也是这样子 利用它的水分 因为我才开始画 随着